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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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儿子呢 就不是 ingoing 就是 inward inward 那这位儿子呢 这个发音这字常用 所以发音要注意 它跟太阳的发音是一样 它是sun sun 它不是卷择的 不是上 sun 带耳的音 my son 太阳跟儿子都同样的音 my son is outgoing 所以我们发音很重要 你说这种有什么重要呢 发错就发错 发错 第一个不礼貌 对老外不礼貌 就像老外讲中文讲得很差 就是你听起来很吃力 所以你发音好也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客气 也是你的程度的表现 像这个 I'm expecting your reply soon 这个 这个倒没有什么 只有注意一下 Especting 是期望的 我期望 那期望呢 它是卷车卷一般 Especting 这个字要发准 比较困难一点 一般可能发不卷 是Especting Especting 或者发到 发出发大句 Especting Especting 就很累 卷车卷一般 Especting Espect 就像 Cell phone 手机Cell phone 或者 或者是电话 Telephone 它都卷车卷一半 Reply 是答复 我不能保证你在安全 安全就是Guarantee 它也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形容词 Guarantee 这个字 这个字拼起来比较怪 Guarantee Safety Safety 就完全不显示 Safety I can guarantee Your safety Guarantee 所以它意思多益 这边倒是保证 也可以当名词 保证 都是保证 中文是一样 英文不一样 也可以当保证书 所以它的意思常常会 会扩大 有很多 所以保证 是动词 也可以是名词的保证 May I have your guarantee 我可以用你的保证吗 May I have your promise May I have your word 那Guarantee也是保证书的意思 就是保证 同时是保证也是保证书 He can't promise He can't keep his promise Keep的意思很多啊 写日记啊 养这个养宠物啊 保持啊 这边就是保持 维持 维持它的promise 它的诺言 它的承诺 Can't 那你说这个CN 可以跟那些不行Can't 很多方法就可以做区别了 你可以把T发清楚点Can't Can't 也不用说Can't Can't 那你不要像日本人那么夸张 日本人就 这个像我们拦着打棒 打棒球 二雷手Second 二雷 Second 他讲Sakendo Sakendo 我们说短路了 我们Short Short 他讲Short Short 所以你也不用Can't Can't 不用Can't Can't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学英国人Can就是I can 或者是那个如果这个NTO I can't I can't 那这样子更清楚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肯定的时候念轻一点 I can I can 那这个否定就是I can't 因为通常它是主动词嘛 如果可以的话 你念轻一点没有关系就带过去 如果不行就否定嘛 你要表示加NT嘛 那就可以念做He can't He can't 如果你说他可以 He can keep his promise He can keep his promise Can就念轻一点 所以有几种方式 T念清楚一点 如果负面的时候用Can't 这个负面的时候用Can't 然后这个负面的时候这个音要重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这个也很讨厌 因为他这个Can't跟肯定跟否定 它的发音差不多 但如果讲细一点呢 就说 就算没有T啦 就算是EN 你如果不要强调就I can I can 就轻轻的肯 变成呃的音 不是Can't 是变肯的音 I can 轻一点 那如果你要强调就I can I can 但是I can的时候就跟这个不能有点混 所以可以就是 这个正面的时候用I can You can 用呃的音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不喜欢你的态度 I don't like you attitude 这就大卷舌了 attitude 但是呢 他这个常常会跟那个高度 海拔 高度 加一个L attitude 那是高度 那两个发的差异 这是attitude attitude 加一个L 有一个L的音 altitude 这很细微 细微的变化 attitude altitude 两个有点不一样 所以那个高度呢 所以altitude 加L的话呢 你看 又是一只多一 它本身就高度 这是态度 两个都有度 但尺度非比度 有一个朋友叫老度 不是那个朋友的老度 这个态度 高度 那那个高度 又可以当高度 又可以当海拔 所以这个英文的字很复杂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中国人 台湾人 第一关单字就没有过 就是有的是背的不够 那没话讲 有的是字语很厉害 哇我单字认识八千个字 九千个字 甚至一万多个字 基本功不行啊 基本功不行啊 碰到一只多一只多慈性啊 一大堆 基本功没过 那老外为什么可以 他母语啊 人家是从一两岁两三岁就开始讲 每天讲啊 而且你不要说老外是每天讲瓜瓜交 他每天被跟着啊 从小时候每天跟着 爸妈妈老师啊 哥哥姐姐啊 阿姨啊叔叔啊 每个人说这个发音不对啊 这个不对 他是不断的被纠正 可是大人讲嘛 他无所谓啊 所以 那stop stop playing your cell phone 这个就是cell phone 手机 那本来是cell 就是细胞啊 细胞 你说细胞的phone 这个phone本来是听力了 细胞的听力 这跟手机没关系 我们就当phone 就当那个本来是 先是那个听力啊 然后又变话机了 就是我们试话 电话机 又变那个 我们就说电话机吧 sell 细胞 细胞 细胞电话 不通啊 那就不对了 那sell 那还什么别的意思 这个 一个小房间啊 比如说那个通常是讲牢房 小牢房 本来说细胞 细胞电话讲不通嘛 牢房电话 一间一间小牢房 也不通 然后又来了 还有什么意思 电池 就像battery battery 也是电池 可是他就不用battery phone啊 可能他觉得battery phone太长啊 就用sell sell也是 也是 电池的意思 就cell phone 如果什么呢 他要装电池吗 他现在电池根本也打不开了 电池坏了 你直接打不开 反正要么报废 要么去那个 去那个 去换一个 去去那个 到店里家修理一下 处理一下 好 就cell phone 原来的意思是 装有 干电池 啊 干电池的电 这个这个电话 啊 就不要玩你手机了 好 这stell phone 一定要叫ING 啊 这基本观念 Do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啊 这我们以前都念 me mistake me mistake 吃饭那个me me mistake 那老外现在美国呢 我们说老外最讲美国啦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这都是美国发音嘛 我们不讲英国发音啦 英国发音 当我们听起来会怪腔怪调 而且英国很复杂 也没有 也没有美国 没有英国音 英国人不是英国音 英国人发不是英国音 英国人发 英国很多音 什么叫英国很多音 你如果去过英国 你就知道 你到伦敦 就觉得那个音就怪怪 哇 你往南走 往西南走 威尔斯完蛋了 听不太懂 你再渡个海峡 到了艾尔兰 完蛋了 你根本 搞不好 你不觉得他是讲英文 他们那个 艾尔兰 杜伯林那边 讲的英文 真的不太像英文 但是我 我听过 最不像英文 是南非英文 因为南非有两种英文 也是白人可以讲的 一种就是那个 我们这种英文 但他那个腔调比较重 另外一种就是那个 Céline Dion 他老公嘛 也是白人嘛 他跟老公有时候 在人多的时候 一讲的英文 我们听得懂 回头两个自己小两口 应该老两口 因为他老公死掉了 可以当他爸爸 但是Céline Dion 非常爱他老公 就是后来 有点走不出来 就回头老两口 一讲那个英文 听不懂 你这讲什么土话 听起来叫南非土话 不是啊 我们在讲南非英文 所以我以前有个老外朋友 他说 我们南非英文绝对听不懂 他说 不一定要 我说我英文不错啊 你讲讲考我 就一讲 放弃放弃 这整个英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听起来完全不一样 完全听不懂 那美国要念 Mistake Mistake 这个 T在S后面 你就不要念 Mistake 要念 Mistake 所以你像是 碰到老外发音 你不要念Mistake 你念Mistake 老外说 不错哦 不错哦 像周杰人讲的 不错哦 不错哦 It's not right for me 所以对我来讲 OK啦 但是他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字 那个语意啊 有个语意学院 语言呢 有语声学 就发音 有语意学意识 有语法学 文法 还有语言学那个 开源 节流的语言 就是他字的起源 就是 有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字意学来讲 老外说 It's fine 你说还不错啊 不是 就不要说 差强人意 勉勉强强 其实意思不怎么样 I say alright for me 你说 你说 alright 应该是不错啦 意思也差不多 跟那个fine也差不多 就是 我还ok啦 也没有很高兴啦 可以啦 过得去啦 也没什么高兴 平平的 那该起床了 It's time to get up 起床 但是当然呢 用在别的意思说 站起来 起床就站起来嘛 但起床就 跟站起来不一样 起床就是睡饱了 起来活动 站起来就站起来 两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不止一个 只有多次行 这个叫片语 这个叫片语 这个当然是成语啦 成语跟片语有种很像 有不同的意思 就是有不同的意思 也是站起来 也是起床 It's time 你看就是什么时间 tie可以加s tie可以加s 但是你说tie 时间不可数啊 我们就是说 当戒系词 tie也是可以戒系词 对 可以当戒系词 就几次 2 times 5 就是2乘5 所以tie也是戒系词 它比较特殊的戒系词 我不喜欢西腕 I don't like to do 西腕可以用do 不一定要用wash 可以有很多的字 来表示 所以英文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广泛一点 这个表达有很多 切记就是不要说 这个字我就是用这个意思表达 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写书的话 如果这个一段文章里面 你可能要用三次这个意思 你每一次都用同一个字 端掉 那所以文字工作者 他三次 他用三个不同的字 挑了个很接近的意思 晚 很多晚 所以加s 这一集讲到这里